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澎湖 那大家也看到現在風很大 因為吹的頭髮已經亂七八糟 但是我們今天要為大家試駕的這一台 風大你也會覺得蠻值得期待的 Shkoda最新世代的Fabia 那大家也知道Fabia其實它是一台鮮輩 那在市場上它也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地位 因為鮮輩車款 第一個吸引年輕人 第二個它在空間運用上也會有一些優勢 那再來是大家可以看到新世代它的造型 其實變得更時尚 然後大家應該會覺得它更迷人 確實它吸引到不少消費者的注意 那這也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 新世代在整個產品設計的走向 它確實有掌握了時代的潮流的進行 那另外一個是大家可以看到外觀的一些設計 都是科技化的一個進展 我們等一下為大家介紹 我覺得變得更科技化的Shkoda 那當然它在整個操控是偏舒適 但是呢我覺得它還是擁有它相當多的一個魅力 帶大家來看看 新世代Shkoda它的家族化設計 大家可以從這個水箱護照看到 就是變得更為立體 那當然包含了鍍鉻飾條 然後中間的黑色的直扎 當然大家留意一下就是 它包含了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實是立體的一個角度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一次它整個設計 Shkoda他們本身有講說 這一次它的風阻係數只有0.28 那它甚至於還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子彈大概是0.30 所以它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這個0.28的風阻係數很厲害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風阻係數並不是代表說 這台車很流線跑很快 我覺得這不是重點 因為最關鍵的事情是 當你風阻係數表現越好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越省油 我覺得這是現在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呢 省錢之外呢 當然也要隨著科技與時俱進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像這個頭燈 那大家現在看來是比較細長的一個設計 那細長的設計呢 可以帶來它更多元的一個豐富面貌 那這個告訴設計師說 我可以擁有更多設計的一個方法 那這台車呢 它標配的是18吋的一個胎圈組 有一個東西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剛剛Skoda台灣也特別解釋了一下說 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有沒有 車側的這個線條 他們說這個其實是捷克國旗的設計 大家可以從車側的時候看到啊 我們剛剛沒有跟大家講 這一次新世代Skoda Fabian 它在整個車身尺碼都更為放大 包含了車長 車長其實相較於前一個世代來說 它放大了11公分多 除了車高啦 車高當然是稍微降低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從車側看的時候 會覺得它整個更為浮趴的一個感覺 大家看一下 你會覺得說 欸這看起來就很流線啊 以前Fabia你會覺得 欸它感覺比較方正一點 但新世代你會覺得它的跑格 就運動感更為明顯 所以確實這應該是能吸引到消費者 來我們再來往後看 大家可以看到車尾啊 其實車尾我覺得最鮮明的識別 就是這個LED燈條 以前大家都知道Skoda的車尾 然後大家看到一個倒C型 那新世代它可能沒有像以前那個有沒有 那個C字型這樣 但它現在是做這樣子的 隱約看得到它整個造型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C柱的部分 其實它這樣子往下斜削 然後整個C柱做得比較粗壯 然後呢再來就是尾翼 我覺得這很重要欸 有沒有尾翼大家會覺得說 先備車來一個尾翼 感覺就是比較像怕 來另外一個先備車款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車尾行李箱 根據原廠公佈的數字呢 它的車尾行李箱是380公升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次出差就是來澎湖 那就很像出國 你要出國要帶一堆行李 另外一個是我們剛在執行跟拍的時候 那整個車尾後面打倒 其實也算平整啦 你剛做的有很難做嗎 有很難做是點頭是 你是要搖頭還是 對是喔 它其實做算好做啦 因為它是做雖然沒有到非常的平整 但它其實就是做這樣斜斜上去 所以在整個空間運用上 我覺得算是蠻好用的 那當然這個隔板 然後底下還有一層 收納的空間 那這也是我要提一下就是說 Skoda其實 我覺得它在空間上的設計跟運用是厲害的 我們等一下進去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設計美學 進到車室後 大家其實可以發現 整個設計我個人覺得是厲害的 因為第一個幾個重點 包含了現在所謂的數位化的概念 所以旋鈕要變少 像中控台這MIB3的一個系統 再來是數位儀表 甚至於大家看到這邊有 所謂的空調系統 那空調系統呢 除了你可以用這邊旋鈕按之外 在中控螢幕同樣也可以去操作 甚至於包含了所謂的駕駛輔助系統 然後像這邊有個按鈕 駕駛模式的切換 駕駛模式的切換 一樣會在這邊顯示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潮流上它是有跟到的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是單寧布 有些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譬如說像碳纖維啦 原木試材啦 證據說所謂真皮皮革包覆之類的 這當然是所謂的豪華品牌 或者是說你今天買一台200萬的車 那它應該要有這些配備 但是當你今天這是一台所謂的 預算型買家為主的時候 我覺得如何讓整體視覺上 我們感覺有設計感 但同時它的質感不能太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包含椅子 它也是雙色 然後這也是織布啦 你看還有縫線 這是真的縫線 不是有些你知道是獵鷹的那種縫線 那它是真的縫線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在整個質感設計上是厲害的 剛剛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我覺得這設計其實蠻有趣的 刻意這樣設計 然後還有一個Fabia的車名在這邊 讓你感覺上它是有設計感的 當然它在車門把手的部分也相當有設計感 就是其實相當特別 你看很像那種扶手 剛剛我們同時來講做很像浴室有沒有 從浴缸出來的那種扶手 那數位儀表的部分 算是做得蠻細緻的 那整個不會太大啦 但是我覺得OK 然後整個顯示內容也是方便的 然後在整個操作的部分也是OK 那方向盤的部分其實也相當舊手 那包含了 大家右側這邊可以看到 它有所謂的先進主動安全配備 ADAS系統 那它們是叫做什麼聰明i 什麼什麼 那你知道各家名稱不太一樣 但是就是幾項 包含了所謂的主動跟車 車距控制 然後盲點偵測之類的 那在使用上也算便利 大家這邊按就可以直接操作 但是有一個關鍵點是我個人覺得 使用上要花點時間去習慣 就是啟動的部分是在方向盤左後方 就是我還要找一下這個 你是需要花時間習慣嗎 如果你今天是 Voswagen集團的車主 你可能會很習慣 但是其他集團的換過來 你可能要花點時間去習慣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 新世代Fabia在配備上它是豐富的 整體來說 視覺上 然後在設計上 然後再來是功能配備上 它都是齊全的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OK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坐在的是後排 那這台車 畢竟Fabia它是 軸距只有2564 所以在整個測試空間 當然我們不能強求說它要多寬多大 但前面這個位置是我剛剛坐的位置 那後排座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包含了膝部空間 然後頭部空間 其實都還是有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就是 可能坐起來比較挺 你看這個肚子都凸出來 雖然本來肚子都凸出來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個空間表現 確實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呢 我覺得它其實還是比較像是一台 四座的車款 當然是可以坐五個人 但你也看到中間有這個有沒有 所以呢 中間這一位可能就是要做板燈 就是要像這樣子 而且它也沒有中央扶手 所以我個人覺得 它整個設計當然就是 還是偏小型的一個概念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 偶爾載個朋友 甚至於偶爾載個家人 我覺得算是合用的 然後再來是後座出風口 這台車是標配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Type-C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新世代1.5T的動力 然後再來是它的7速雙離合器 變速箱 究竟整個組合跟操控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走 新世代Skoda Fabia 它搭載的是1.5升渦輪的動力單元 那這顆動力單元呢 它其實擁有的是150匹的最大馬力 那它的扭力數字呢 是25.5公斤米 這樣的數字坦白說真的不大 但是呢它實際上我覺得 算是好用也輕快 我們現在呢使用的是一般模式 那一般模式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順順的 我們現在切換到運動模式 就是Sport 那Sport的時候呢 其實整個操控上面 我覺得變得比較敏感 就是包含了油門 包含了方向盤 它整個設定上都變得比較敏感一點 你會覺得說 包含變重一點點 然後整個油門下去的瞬間 你就會覺得說 這台車它現在 就感受到你的威力這樣子 我們需要什麼它就給什麼 確實然後整個操控的表現 也算是靈活跟俐落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重點還是價錢的部分 看到時候整個設定會是怎麼樣 到時候呢我覺得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包含了設計面 它是滿足你的 然後再來是配備面 它也是OK的 然後再來是整個產品的設定 車格不會太大 然後適合比如說 平常是兩個人 甚至於偶爾是四個人 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是很夠用 然後車尾行李箱空間 所以整體實用性是高的 所以整體來說我個人覺得 Tabia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我們還是要看 在旁邊 因為我們再次看 。